纽约有个专门帮助街友的非政府组织 最近做了个实验 把一些市民的亲友乔装成街友 坐在他们必经的道路上 测试他们会不会发现 这些街友其实是自己认识的人 实验结果如何 一起来看看 日前 理查吉尔为新戏办街友在街头翻垃圾 一位法国游客看了于心不忍 送上披萨 新闻一出 大家为这名游客的善心感到十分温暖 那么在现实中 街友的处境如何呢 NGO团体 The New York City Rescue Mission 找一些愿意乔装成街友的人开始打扮 最后坐在路边乔装街友 并让他们的亲友 在没有任何通知的情况下 走路经过他们并进行访问 接下来是更多的受试者 静静乐道地谈起他们的亲缘 有的人截离45年的老婆 有童年美好回忆的表姐 兄弟等等 一时场面温馨感人 但谈完之后 再给他们看看影片 原来他们刚刚都路过了 乔装成街友的亲缘 却没有一个人发现 有些人甚至没有多看一眼 当然看完影片之后 他们都觉得很尴尬 也很震撼 不过这个实验并不是在测试 现代化妆技术的高明 这些人对亲人是不是真爱 而是提醒人们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对这群弱势的人 是如何的视而不见 或甚至把他们当成透明人 影片鼓励民众改变 对无家可归人群的态度 多一点点帮助 让社会更温暖 Make them visible